再带您来看光荣家商 8月1号新任校长谢庆宗上任 为了安定学生的学习情绪 进而提升竞争力 这个学年度开学期 将禁止学生带手机到学校 现代人几乎是手机不离生 就连学生也不例外 光荣家商新任校长谢庆宗 为了安定学生学习的情绪 这个学年度开学期 将禁止学生带手机到学校 只要我们在街上执勤 或者是走在街上 任何一个学校的学生 每一个人都是最少手上一只手机 不是听着耳机的音乐 或者是带着手机 跟用聊天式的进到校园里面 我觉得这对学生的一个心态的安定性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今年我们在新生训练的时候 我们也邀请新生的家长 一起到学校来 我们希望说光荣的孩子 光荣的学生上学不要带手机 这是我们今年的特别的要求 同学的反应如何呢 学生不带手机很好 因为有时候有的人上课 上课都不专心 然后都在玩手机 所以我们很赞同校长的那个 上课的时候有时候手机会响 然后有一些没有关机 就会影响大家上课 这样还不错 谢校长觉得玩手机 上网和谈恋爱这三项因素 深深影响同学学习心态 这个学年度先和同学及家长沟通 希望能相信校园安全 不要带手机到校园 让同学专心读书 记者郑均云采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